货宝的茶花养的又不咋地了 又寄过来一个茶花 今年今年在差不多快第十盆茶花了 每回开茶花 我都不停的给大家叨叨 茶花呢是山茶花 你在底下看的都是云 在山上看它就是雾 它在山上生长的就比较旺塞 它需要空气湿度好一点 山上呢就冷凉 而且南方那边的雨水又多 这样的话呢又冷凉又潮湿又微润 再加上雨水多又是成一个弱酸的一个条件 它肯定会长得旺塞 你北方又干又灶又热 怎么到他都不挂塞 茶花这个东西在南方可以地载 基本上玩茶花的都是北方的花园 你要有一个良好的硬性条件 如果达不到的话 这个真没办法 谁也没办法 你够包装费吗 就这一小点茶花 这个花园这个花没什么问题 就让咱们给他养一段时间就行了 他说落叶子了 落叶子不肯定正常吗 落叶江苗不长 落叶江苗不长 这不肯定正常吗 根系也没毛病啊 土用的也没毛病啊 土用的很好 这个花有很小的下边啊 你看用到很多的这个露灶土土没毛病啊 没毛病 花有 你的土用的啥都没毛病 挺好的 我不该给你打开了 现在没啥 没毛病啊 这江苗的不很正常吗 他不正在长吗 还要怎么长 这不都长新叶了吗 还要怎么生长 既然已经损伤了一些根系 咱们就给他重新放上去吧 刚才这花有的根系也给他损伤了一点 损伤了一点无所谓了 这是之前剩的一些个吃玉 扔下去 做个垫底 撒一点地图 把它这个再重新种一下就行了 别的没啥 浆苗了 可以用一些繁肥水啊 养护茶花 它对土的要求并不高 它很耐忌不 但是有的话说的话 又为什么我养着养着浆苗呢 你看 它在上面是不是有很多的水碱 看到没有 它就是碱性过高的一个体现 看到没有 水碱太多 然后呢 茶花的一个生长 并不是说你浇多少肥啊 用多少浇多少水啊 它就开始长得快的 要一个良好的环境条件 这是第一点 再一个呢 我把它表面的这个土给它打松一下 没必要埋的那么深 你看我每回种花的时候都不会埋很深 是吧小伙 而他们埋的时候都会埋的比较深 别的没啥根系也没有受水伤 接下来呢 正常的可以给一些光照 这边水是要浇的 这边水就要醒根水 必须得浇一下 不浇一平 因为从这个露出的舍水啊 方方面面的 咱们该浇水的还要浇 这一边水是测试一下这个排水透气性 还行哈 排水透气还可以的 就是不论是种什么花 都要有一个良好的排水透气 它这个茶花正在生长阶段了 它寄过来就不该寄过来 它已经生长了 过来都是水伤 咱们也没什么高照 好了 接下来呢 咱们刚浇边一边透水之后呢 再给它往水里面加一些生根液 稍微加一点就行 类似于一个药引子 就是增强一下浮盆的一个成活率 之后呢 加入一些酸肥水 刚用完一瓶了 再来一瓶 这个时候是可以给它补一些肥料的 酸肥水第一是把这个土壤调节成这种弱酸性的 第二个呢 它可以补充营养 但是它不会烧花 它都是以微量元素为主和有机物为主 还有一些个菌剂 不会烧花 不像大家用到那些个无鸡肥一样 用多了就烧花 整瓶的倒进去都没有啥 别的没啥 从头到尾淋一遍 好了 别的没啥了 放到一个半羊的地方就行了 不要强光暴晒 好了 茶瓜呢 也就到这了 好像每回来的情况都大差不差 大概相同 这个花有呢 这个就是寄过来的太唐突了 其实这个花有呢 现在这个呢 是已经恢复正常生长了 就是新长出来叶子有点黄黄的 白白的不是那么绿 在如是缺肥的时候 可以补一些肥料 我们这个呢 也不算是裸根换土 就正常的一个入土了 然后呢 我是给它用了一些肥料 比如说花儿门也要自己看哈 如果说是洗根换土很严重的话 就不要大量施肥 可以少用一点点薄的有机肥 不要用那些个无机肥 别的没啥 对于酷气湿度的要求相对来说蛮高 这个花有的花 希望它早日的复发 我是老八一 想花之在一 想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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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来 可以 再见 拜拜 拜拜 嗨 嗨 師傅